到了顶楼 锦销人员也是紧急的进入大楼搜索 并且疏散了20位民众 中山区松江路上 已经拥有40年历史的 二楼蒙古烤肉餐厅弹工 昨天深夜11点半左右 突然起火燃烧 由于火势实在太大 现场锦销人员也赶紧升起 云梯车从高空砸水灭火 根据了解这间起火的 吃到饱蒙古烤肉餐厅 在当地相当知名 临近捷运行天公站 深受民众喜爱 而餐厅上方三楼以上 大都有办公用途场所 锦销人员也紧急进入搜索 一共疏散20位民众 所幸都没有人员伤亡 不过大火也一路从排风管 延烧到顶楼 因此可以看到 二楼火势稍稍敷灭控制时 顶楼橘红色火光人非常明显 出谷现场燃烧面积率100平 不过怎么会起火燃烧 店家表示 10点打烊离开时 店内并没有异状 相信起火原因 还要再进一步调查临新 以上最新情形出播